德州总检察长起诉Gridi的天价能源账单 请看记者妮扣的报道 德州司法部长周一表示 他将起诉电力供应商Gridi 因为后者在上个月的冬季风暴中 将巨额账单转嫁给了客户 Gridi每月收费10美元 使人们可以用浮动价代替固定费率来支付电费 但是当温度下降到远低于上个月的冰点时 供应飙升 Gridi的客户将面临电费高昂的局面 该诉讼指控Gridi违反了德州欺骗性贸易惯例法 并要求退款给客户 异常严重的冬季暴风雪 使得德克萨斯州的大部分地区积雪覆盖 给400万用户切断了电力 使许多人没电没水 Gridi在一份声明中说 我们始终在每个步骤都保持透明 以客户为中心 我们希望继续为我们的会员而奋斗 以求缓解 这点一直都没有改变 德州电力巨头 德州可靠电力委员会 ERCAT也在上周遭到数十名民众抗议 抗议人群要求ERCAT及220个电力公司 取消在暴风雪天气期间民众的电力账单 并对被电力公司过度收费的民众进行补偿 不知道 不应该对较可能是否…… leaflet就送了